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神规过门不入咯 饭碗磕碰是常有的事 但不影响使用 单使用磕碰的饭碗是大姐 一定不要忽视这个问题 这在风水学上是反冲的 碗是用来吃饭的 人们的工作也常被称为饭碗 如果碗是破的 那么家里必然会破台 会对我们家中各方面的运气 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衣服在民族文化里面有一路之一 古时候出家人或者电影里面的技工和尚 都是穿破烂衣服的 代表很穷的意思 所以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 穿破旧衣服都是一件令人忌讳的事情 尤其前些年流行的乞丐服务 更让家常大为不解 这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对 不能穿破衣服和破衣服不丢 这是了解的太少了 对自己的健康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严重的会有疾病缠身